美国第一共和银行5月1日被加州金融保护和创新局关闭 由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接管 当日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与摩根大通签订相关协议 由后者收购第一共和银行的所有存款和绝大部分资产 据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声明 第一共和银行在美国8个州的84家办公室 1日作为摩根大通的新分支机构正常营业 所有第一共和银行的存款人将成为摩根大通的存款人 并可获取所有存款 摩根大通发布的公告说 其收购的第一共和银行资产包括 大约1730亿美元的贷款和大约300亿美元的债券 同时获得第一共和银行约920亿美元的存款 摩根大通没有收购第一共和银行的企业债和优先股 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最新估计 第一共和银行被接管 将会使其运营的存款保险基金 遭受约130亿美元的损失 摩根大通银行等多家银行曾在三月份 为第一共和银行提供300亿美元存款作为流动性支持 但第一共和银行危机近日继续发酵 并导致其股价暴跌 最终成为近年以来第三家被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 接管的区域性银行 知情人士指出 美中两国正在谈判 华府提议让中国的航空公司赴美搬机 从目前的每周八个搬次增加到每周十二个搬次 一如美国搬机飞往中国 前提是中方搬机不得飞行俄罗斯领空的航线 但美方航空业者表示 中国航空业者享有非俄优势 故反对增加中方航班 两国关系想稳定更增分歧点 知情人士表示 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华府制裁莫斯科 故俄罗斯禁止美国搬机飞经该国领空 中国搬机则不受限 美国业者康议说 飞经俄国航线短得多 燃料消耗较少 尤其是飞到美东的航线 让中国同业享有不公平优势 故向华府游说 反对增加中方赴美航班 中国驻美大使馆官员表示 中国不接受航空业者 不得飞经俄国航线的条件 美俄争执不该成为美中问题 更不该以此为基础 要求所谓的民航互惠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4月30日表示 该国情报部队在叙利亚 击毙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头目 阿布·侯赛因·阿尔库雷西 土耳其打击恐怖主义 有助于欧洲的安全 并称欧洲不知道这一点 或不想知道这一点 路透社报道称 阿尔库雷西于2022年11月 被选为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的新任头目 叙利亚当地和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表示 这次突袭发生在叙利亚北部城镇 詹达里斯 一位居民说 4月29日至30日 詹达里斯附近曾发生冲突 人们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 半岛电视台称 伊斯兰国暂未发表任何声明 回应此事 中国智库郁巴人口研究最新的报告显示 中国仅次于韩国 是全球养育孩子成本第二高的国家 且抚养一个孩子到18岁的成本 是中国人均GDP的6.9倍 相当于成本是德国的两倍和法国的三倍 中国国家卫生基生委 2017年的全国调查发现 77.4%的中国育龄妇女表示 经济负担过重 是除了年纪太大或没有人力照顾孩子外 不想生孩子的首要原因 在中国 抚养一个孩子从出生到18岁的平均成本 为人民币48.5万元 而抚养一个孩子到大学毕业的平均成本 约为人民币62.7万元 此外 中国育儿的抚养成本 城乡差异悬疏 一线城市如北京 上海 养孩子到17岁需耗费96.9万元和102.6万元 但在西藏只需29.3万元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 2021年中国劳工的平均年收入为10.5万元 报告指出 育儿成本高确实是影响家庭生育和养育的重要因素之一